大家好,我是瑞士優森 休假日不知道去哪裡玩嗎? 今天帶你來到鷹哥 讓你玩好玩滿度過愉快的一天喔 那來鷹哥不免俗 一定來到鷹哥老街 像我身後的星巴克 就是網美必備的打卡景點 同時呢 在鷹哥有許多的磁器專賣店 以及手作店 等你來這裡一展自己的藝術天分 大家好,我是Elson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將提供更多優質的影片給你 讓你旅遊、訂房、不踩雷 那我們就開始吧 來鷹哥第一站 帶大家來到厚道飲食店 肚子餓絕對首選 這裡非常有名 連在地人都會來吃 裡面有經典排骨飯 我們一起來瞧瞧口味有什麼特殊吧 我們今天點了古早味排骨麵 然後古早味排骨飯 香酥雞腿飯 還有手工米台木 隔體雞 這個烏梅汁 那我們就先從那個烏梅汁開始試試看 看口味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感覺很濃耶 非常傳統 但是我覺得 味道好像比較稀一點 偏酸但是味道比較淡一點點 但是 是傳統的沒有錯 那再來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古早味的排骨麵 因為我覺得麵體也非常重要 它其實炸餅吃 看起來很漂亮 也不會太厚 而且外面是軟的 有的是皮很厚的 它肉很鮮嫩多汁耶 而且 肉厚包我覺得大概一公分吧 我覺得這個厚度很剛好 很可以 那再來吃吃一下麵體的部分 它麵看起來相當的平凡 希望它有不一樣的表現 我覺得整個其實就是 排骨的一個重要佔比它有 7層以上 麵就是不會有期待 但是也好吃啦 但就是這樣子嘛 中庸中庸 主要是排骨 排骨整個口味來說的話 還有它的厚薄 還有其他口感 我覺得 怪不得它其實 一個胡椒麵的排骨飯 聞名 好吃 我們來吃一下 排骨飯的部分 它起來其實非常的傳統 好像 又是鐵路便當的感覺 但其實像排骨飯啊 排骨我們剛剛試過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它的酸菜 因為很多排骨店都會搭配酸菜 去跟排骨做搭配 這酸菜我來試一下 明天就吃得出來 就是自己店家自己店的口感 因為 外面統一醃那種酸菜 有時候會太 味道會太重 它吃起來很清爽 只是解膩的 因為剛好 排骨的話 它其實應該有加一些中藥去醃 所以它味道比較偏重一點 這酸菜相當解膩 我覺得很不錯 搭配起來是很適合 適合 再來我來試一下香酥雞腿飯 這道我之前沒有點過 都有點排骨飯 來吃吃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定會特別好吃 這個炸皮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我覺得有點像 乾煎鐵板的那種雞腿的那種炸皮的感覺 我們先來試試看 很酥脆 這反而 沒有古早味的感覺 我覺得它 有點 鐵板料理那種 有點法式 是 迷迭香的那種感覺 怎麼會這樣 超乎期待 因為 一般雞腿飯 會覺得 就是這樣脆脆油油好吃的 反正吃起來 會晉身 異國料理 我覺得 滿不容易的 先吃一口它的飯 很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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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樣 有這樣偏 乾 不知道是不是 先煮起來 因為人很多 但偏乾 偏硬一點點 我覺得對來說好像少了一點點 不過濕溫一點好一點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再來我們還有一道是米苔木 來吃吃看 米苔木其實 它光看就蠻特別的 米苔木其實光看它就比較特別 因為它很細 它跟一般的米苔木長不一樣的感覺 它特別特別的細 來吃吃看它的口感如何 對 好吃的米苔木真的很厲害喔 滑順 它這米苔木的口感 很久沒有吃到這種口感 我覺得它是有韌性一點點的米苔 它其實吃到差不多 我覺得第一名應該還是它的古早味的排骨飯 然後如果是意料之外的第一名的話 應該就是它的五股雞腿排 因為吃起來整個像法式的米苔香的雞腿排 也是蠻酥脆的 那再來如果誰要吹飛的話 吉普第一名絕對是這個米苔木的部分 那我就繼續吃下去了 接下來看我們去哪裡走走逛逛 再跟大家分享喔 鷹哥老街主要為文化路以及尖山浦路一帶 也是鷹哥最早的陶瓷聚集地 那早期的技術從大陸流傳而來 取自的胚土則是在於尖山地區 也讓尖山浦成為知名的陶瓷縱鎮 更讓鷹哥獲得了台灣景德鎮的美名 街道上有著古噪藥的遺址 可以體驗當年的製藥時光 也能在此買些鷹哥特色的瓷器回去 增添旅途中的回憶 我們現在所在為的是興旺吉祠 興旺吉祠是鷹哥當地世代傳承的一個品牌 它更榮獲了2010年經濟部工業局的觀光工廠品見 成為鷹哥第一家觀光工廠 那其館內包含哪些呢 有咖啡輕食 導覽以及陶藝體驗 甚至連陶瓷的日用品定制都可以幫你在這裡做到 我們一起來敲敲吧 那興旺吉祠其實往裡面走就看到 它有一個丸桃DIY 那其實都包含手捏桃 手拉胚 彩繪馬克杯 古早碗 拼貼 陶板等等 這些都有課程 而且費用其實都很清楚在旁邊 但是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邊 它其實有時間的限制 如果你今天目的就是要來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建議你第一站先到這裡做好預約服務 再去其他地方逛 才不會到時候沒有時間可以參加這個課程喔 再往前走 則是會遇到另一棟別出新材的建築物 便是這幾年新興的鷹歌光點 兼具古典與現代美學的建築設計 作為百貨商場 鷹歌光點還結合文創與在地文化 令期的舉辦展覽與表演活動 依然成為新的觀光景點 鷹歌老街中有著不少販賣陶瓷藝藝術品 的地方其中鷹歌老街陶館位於陶瓷老街中心點 有著世界唯一爆石噴煙打眼蔥 時間一到便會冒出濃濃的白煙 陶館內琳瑯滿目的商品以及美食區 適合親子一同到此享樂 新北市的鷹歌陶瓷博物館於兩千年的十一月正式啟用 也是台灣第一家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 致力於陶瓷的調查收藏研究以及維護 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開放國外藝術家進駐 以及加入國際的博物館協會 因此與德國西班牙互為姊妹館 另外在2018年國際陶瓷學會年會上 能更取得主辦權 將台灣的陶瓷之美推向國際 讓大家看見台灣的陶瓷堅強實力 陶瓷館的外觀以清水膜加上鋼鼓所構成的灰色外觀 如果你問我對這裡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挑高的空間 質樸的顏色 以及玻璃帷幕淨灑的落的陽光 也是因為這陽光讓展品呈現出更多元豐富的面貌 像我現在來的時間點都相當的幸運 現在有一個陶瓷特展 它就是兔子的相關彩繪 而且這個活動相當的有意義 因為你不同區域 像這是金門縣 這是基隆市 其實不同區域 包含它的使用的一個代表色也不同 像這個在地美食是昂骨粿就是橘色的 然後心頭閩南谷措之藍色的 以當地的代表色去做一個兔子的一個彩繪 因此命名為感動兔 我覺得相當有意義 今天帶大家逛完整個鷹哥的特色景點 以及在地美食 那在年假眾多的今年 不妨來鷹哥走走 感受一下這裡的在地風情吧 好